隨身碟有一個風險就是會中鼓啊 對不對 我跟你是好朋友啊 鼓來鼓去啊 我拿到你那裡就送給你 拿到你那裡就送給你啊 那這個呢 因為 我為什麼特別寫一下這個 是因為齁 我發現 我放在youtube上的影片 因為我上課的時候剛好有一個同學遇到這期 然後我們就順便錄影 那我就放到youtube上來 結果那個給閱率是還蠻高的 這表示什麼 種這種組合還蠻多的 有所謂的捷徑病 什麼叫捷徑病 就是您插進去之後 你會發現資料通通不見了 就變成好像一個空白 但是其實它資料並沒有刪除 它是怎樣 把你變成系統的隱藏 這種叫捷徑病 也就是說你點進去之後 即使你有看到東西 它都是變成所謂的捷徑 我們在這個桌面上 比如說你看到這個 有這個符號是代表一個捷徑 檔案並不是真正放在這地方 對不對 好 這是捷徑的符號 如果沒有的像這種就是 就是不要有真正檔案是放在這裡的 那如果你中了那種病毒呢 你就會像這樣子 就會像這樣 因為有人啊 而且我的影片上有人說 它順利解讀了 所以我就介紹一下 那你看一下 有沒有 有沒有 一插進去之後 全部資料都不見了 有沒有 只剩這個 都剩捷徑 你如果再點下去也看不到 反正 就是中途嘛 但是資料其實事實上還在 還在的 其實你只需要把 隱藏檔打開就好 你看你可以到檔案總管的這個資料夾 按搜尋齁 你把這個東西 就是預設我們會把隱藏檔案 比較重要的系統檔之外隱藏起來 都讓你看嘛 那你只要把這個打開 其實就會看到 你看喔 我把它打開之後 有沒有發現有一些檔案已經跑出來了 對不對 就會像這樣子 就像這樣子 所以其實你是可以 檔案是可以救著回來 檔案可以救著回來 只是說 因為呢 隨身點的部分 真的是相對所謂的安全性很差 比如說老師喜歡拿去的 什麼時候會中途你都不知道 因為我剛好這個暑假有去 開中式某些國強 一把我的隨身點 因為比較上課 其實還是會有一些檔案吧 一插進去 馬上就中途 但是呢 還是老師那一台中途 因為那一台是不還原的 所以就很少拿進來 所以就想說 既然都有遇到的人 我就再順便行一下 好 這是給老師稍微參考一下 可能你不小心 如果有遇到這種 隨身點的 可以 稍微 知道說 怎麼處理 如果不知道的 沒關係 找黃老師 哈哈哈哈 黃老師嘛 看齋齁